其實昨天是跌超過4500點的 繼月初至昨天的地露 麻煩你由客觀非人勝地 拿恒指的往年圖表出來 看看究竟一個月跌4500點 會怎樣 那我不用太遠了 原來去年7月就出現過了 原來單月跌一個這樣的跌幅之後 首先那個月不會收這麼低 上個7月也是 曾經跌過4000點過外 但是那個月的剩餘時間 是留有一支千多兩千點的下影線給你 就是說原來不用等下個月 有些人又說什麼春季要跌市 接著要第二季才升市 不用 當月已經不可能收4500點陰燭 這個是歷史告訴我們 第二就是說那個月會收窄之餘 下個月如何呢 海嘯的時候下個月就是帥哥的 上年7月因為你知道 8月9月全部都有政策 所以下個月是不帥哥的 又有試過帥哥 又有試過不帥哥 但是有一件事是不變的 就是沒有一個月會收4500點陰燭的 所以兩件事 一個RSI一個陰燭點數 我已經很肯定地 我認真再說一次我一點都不厲害 昨天我沒有買到東西 但是起碼我把持了這麼多天 完全沒有走過任何東西 那今天什麼都彈了 基本上彈多彈少 好了 那來到現在答案了 如何去看後市呢 有些人很陰謀論的 覺得 喂 今天兩晚都見過了 真的什麼都彈完了 那今早我在自己財經台啊 這個啊 在這裡講的時候呢 其實都覺得 這一浪呢 彈的幅度 就是看一萬九千七 至到二萬點 那當然我沒有想過 一天搞定這麼暴力的 那如果你問我第一站 就到了了 二萬 那但是我不會說 喂 二萬點只是翻上來夾蛋 再下跌 我不容易說這一句的 起碼我相信 三千億的成交 推上去的時候 就算我多小心都好 我覺得 是有買盤 是有力的證據在那裡的 嗯 所以暫時我覺得 這個市仍然是有得彈先 但是待會我就會逐個辦法 去回答大家 但是究竟 喂 那個市場可能見了短底的情況之下 但是並不代表任何板塊都可以買 好 那待會幫大家問一下究竟哪些板塊 是可以買哪些是要避開先 但是已經看到那些觀眾就說了 如果真是有機會是短期底見了呢 那我們現在真是想搏指數的 其實是否可以考慮那些ETF呢 因為譬如 科子和恒子這樣對比 其實今天看到 之前不斷穿底的科子 就肯定 即是彈都比恒子急急 一下子就飆回兩成上來了 那你還問726是否不能輸呢 還是其實現在真的飆了兩成 今天這麼多這麼誇張的時候 我們搏反彈都不要急 即是就算要撐這些726 都是等它還回一些去做 好了這個追蹤很漂亮 跟著就要進入究竟7200還是7226 即是恒子還是科子 我百分之一百回答你恒子 為什麼呢 其實我這陣子和大家去分柱部署 在心目中只有恒子 只有7200 為什麼呢 原因都是寄望那些非科技 非生物科技的股份可以做好呢 那當然講來講去就是 五仔、九四一、一二九九三八八、一二二一一、二二六九 所有這些 那你可能會跟我說 你就說 喂不是喔 今天最厲害的就是你口中那些 全部垃圾升三成 我會說我沒有後悔也都不行 但是我不會咒你放心 那情況是在於 所以你自己首先如果從一個 微觀的角度去看一下 小視圖看一下分鐘圖 你看一下今天 上衝兩次兩萬點的時候 這些股都是貼近兩成幾三成的升幅的時候 究竟資金是不斷地流出 還是不斷地流入 我以美團為例 我可以肯定它在三點過後是不斷地流出 每一次恒指去撞兩萬點的時候 美團就是不斷地流出 其實已經不需要一隻 又問我快手 又問我哒哒哒哒 不需要 第二就是說 喂 那是不是代表我現在是呀 我沒有走七二二六 我是不是明天一定死先 不死是你先登 不是 是 今天價量齊升大陽足的時候 老實 我又不會完全覺得沒有兩日三日課 但是你記住 只要彈到差不多的時候 如有高開低走衝高回落陰足等等 麻煩你將它盡快 不管你是低位撈貨去吃虎就好 不管你是高位坐了去死蝕輸小當贏都好 將它換回去 當然如果你認為我是對的 你就換回去 我認為是對的板塊 轉頭說 你千萬不要覺得 哦 結鬧到底 加碼再加碼 你要記住 圖表來說 他們永遠都是弱勢反彈 不會因為一天陽足而變成強勢 反之 會很容易因為一天已經到假 所以沒有第二三天都不出奇 不過我暫時未必是這樣想 第二的因素 基本因素 今天傳什麼 傳中央可能跟美國交易 ADR 中概等等可能會好好的發展 我只可以說任何消息都不能盡順 全民歸全民 落實歸落實 還有 這個規矩是美國逼你退市 中方說很開心很舒服 是沒有關係的 是要美國確實不搞你才行 第二 有些人說話你相信一成就好了 我沒有說誰 大家的情況是在於 有些人跟你說沒事 你真的記住一成就算了 所以我不覺得基本因素 完全可以落實解除 二來 圖表一定是跌浪反彈 這樣的暴力反彈很可能一天到假 甚至乎多兩天三天不出奇 但是記住找位置走 走的時候換回去好好的好的的板塊 所以我覺得是7200是恆子 不是726也不是科子 好好的 我們的觀眾都經常說 中概股之前大家害怕終於變黑蓋過中概 因為有人說 中概股是不是在中國有機會報 俄羅斯後程受到制裁的時候 中概股是不是沒有了投資價值 但是今天這樣一下中央的消息一出 就真的好像印度神童那樣說 中概就是窮人報復日 但是這個情況 反彩依然都是比較弱勢的 依然兇頭 所以其實大家就算好像 譬如Wen Yi那樣 罵了阿里 這些可能都有可能看著吃 還有見觀眾就有些說 是很後悔今早罵了 即是7000今早就走了的Michelle 其實好像Steven這樣說 都不用這麼擔心 這麼擔心的 因為這個板塊其實都記錯下 有機會今天彈完 明天還能否持續 尤其是中概股那個監管 那個談一點的消息 其實我記得上個星期五 都已經是有出過 但是之後其實又回到幾天 所以就未必說真的要這麼後悔 大家不用這麼傷心的 另外問一下 舉手補答 舉手補答 是 補充一點 你剛才說的 又有一件事又打開了我的話 甲子又要一論罪 說另一件事 是 你剛才有人說過 今早走了什麼什麼 跟著下午就當然是扔心 我想告訴大家 你問一下自己 我不知道你可能是昨天買了 今天彈了一點 就以為很好吃 結果下午錯了 你問一下自己 那管理是 我坦白告訴大家 我叫人第一次買恆子向上 我是上個星期五 那我必須要承認我星期一 其實都在捱緊 但是問題是在於 你問一下自己 你買這些東西的時候 究竟你是for what for 一天爆獲金 那恭喜大家 那大部分人 今天都爆獲金了 那你記住 你要的東西 你麻煩記得拿走 你不要那一刻買的時候 打算一天爆獲金之後 突然間變了 不是喔 似模似樣 讓我試試坐多10天 爆多獲金 先 不要這樣想 你記住你初心 第二就是 如果你是我 我叫人買7200 說真的 爆獲金也有限 不過說真的 今天都金 十七八到百分點 但問題是在於 如果你是想 好像我這樣 你覺得恆子 RSI15 真的便宜得太過分了 你覺得PE648 真的已經很邊緣了 的時候 我覺得 同時都有的反彈 而且我都已經不是罵科子 我罵其他那些的時候 照計 都可以分住去吸納 罵到那個真大底 是說著差一段時間 不是駁一天 那樣的時候 那沒什麼可能今早走 如果你用一個分態 你是跌了4500 你就肯捱 但今早是不是彈了450 那你吃了十塊屎 然後給你一根砂糖 你就肯走 你有沒有那麼隨便 你這個人有沒有那麼便宜 是不是 所以這個情況就是 在於 今早走的人 老實 你自己可能對不起自己 你根本自己 連自己拼什麼都不知道 你是拼一天爆的 說真的今早又沒有爆 接著你拼長線的 今早又 就是九跌一升 你就當了長線 一旦左了 我不甘心 我覺得 所以 這個情況就在於 有時候 對應著今早 當然現在馬後炮 說什麼都行 你可以說 大戶今早 一族肯定是騙人 高開成4500的時候 縮到只剩150 那大部分人 接著就會問 是不是逃生門 好像死驚走不及 走遲一秒可能 變回又跌一千 如果你有這樣的心態 簡單說 你連自己做什麼都不知道 我自己好知道的 我150我是不會走的 就是我覺得 你當我乞丐 真是你當我乞丐 跌4500 你升150給我 你叫我走 我真的理你都傻 就是這樣的意思 搞清楚自己做什麼